大家好 我是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今天跟大家更新一些 回到內地的藝人的新聞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下面Platron 五元雞毛廣告 喜哥幫我們說影片 是的 現在這樣說什麼呢 說一個 你看張圖 不知道是誰來的 嘴唇做什麼事 是不是臉痰 臉痰 那個嘴唇歪在一旁 是的 是的 她的表情 她的表情 是的 她是不是突然吹起嘴唇 玩歪嘴 但是她歪得來嘴唇又有些不規則那個人 士凱琪 我不說士凱琪 你不知道 她真的厲害了 有人說因為她最近怎樣 拍片還是怎樣 玩什麼 是不是在玩淚鏡 她說她很久沒有跟媽媽見過面 是 她說現在搞到這樣可能你媽媽不認得你的了 哦 這樣啊 哈哈哈 就是搞笑 好笑有人說 奇諾李維斯說我不會再回信給你的了 歐基仔是不知道的 關於奇諾李維斯什麼事 你真心不知道嗎 什麼不知道啊 你不是小可奇的粉絲 明知我滿足過太空 我知道的那首歌嘛 對 就是奇諾李維斯不會回信給你了 對 你不如問你跟她說誰說 說什麼啊 郭富城是誰 說什麼 都不會再回信給她的了 每個人都不會再回信給她的了 變成這樣 對 她說過詞嘛 你說 那首歌叫做 我知道奇諾李維斯我懂得唱 對 就是每個人都不會回信的了 對 現在搞到這樣了 對 對 因為學習達哥說的 我發了一封信給她 你發了一封信給她 她誤會你是正常的 我發了你的樣子給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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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星馳也等不到 對 好笑的 對 以前Fiona也挺好的樣子 是不是Fiona 對 真的經常變的 2007年的時候我覺得最美 2004年的時候人家說她長頸軸 這個我幫她平反一下 長頸其實比短頸好 待會再說詳細 我們還有什麼人可以說呢 除了說她之外 讓大家可以聽下去 劉嘉玲 低調離開上海 上海是不是說過什麼 屠城潮 即是屠離開那個 大家趕著搭飛機搭車搭火車 對 每個人都走 對 看到一條大長龍 對 劉嘉玲有分排隊 不是 其中一員 不知道她是不是 不知道她是不是有分排隊 但是我想通常都是養這些美女才離開 嗯 好幾天前已經有她低調離開上海的消息 嗯 就說回香港剪頭髮 是 六千元剪頭髮 嘩 看到新聞是這樣的 特地回來剪頭髮 對 說是這麼說 究竟是什麼環境呢 這樣 說誰先好呢 劉嘉玲 劉嘉玲先吧 劉嘉玲 說什麼 前一陣子微博透露 在上海做核酸檢測 分享一下生活的嘛 嗯 小紅書又貼了一張合照 培文就說 Kim幫我剪頭髮 促剪 是 很興奮的 咦 但是看到她的座標 由上海變成香港了 人家正在封城 封不了 你老公有十環 真的好打點 十環 送她回香港 一掌打了她回來 說她良麗照人 身穿藍灰色 剪頭髮的衣服 單手勾著 背後金髮 綠眼藍 好像很友善 男人 都認得出 原來是香港頂級髮型師 Kim Robertson 隨後在IG轉發 劉嘉玲這張照片 Kim Robertson原來 剪一次頭髮 超過六千元港幣 港媒報道 所以網友說 劉嘉玲這個人很奢侈 儘管收費很貴 但是Kim Robertson 剪頭髮技巧高超 劉嘉玲還有其他明星 光顧 林青霞 汪明荃 這些都是他們經常 光顧的客人 汪亞姐的髮型 我經常覺得 都容易剪 打碎 我想普通 玩名氣而已 人是這樣的 他們去到那些級數 你不要說他們奢侈 喂 我劉嘉玲當然是六千元的頭 扣穩固 大哥 不要撒嬌 撒嬌了 你的報紙有段時間寫 我五仔就說自己剪 對嗎 別人是大明星 你試試看 嘉玲姐弄了一個 彌敦道九號出張 你說怎麼辦 他應該挺漂亮的 就是這樣說而已 他奢侈得起 大明星當然是奢侈的 一眾的明星也是常客 另外 他人緣也很好 他獲得梅小青 邀請 TVB的監製 客串電視劇 發正先鋒4 Kim Robinson 其實他也是拍過劇 有些網友把注意放在劉嘉玲的IP地址上 他說上個月你還在上海 別人封城你還在香港 你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彭遠眼也是這樣說 彭遠眼現在的款式是神經病的 他…是呀 做什麼鬼 沒有呀 隨便 他打算放鬆 他什麼都試過 帥哥帥了一輩子 連阿琴瑤也找你拍電影 有些人說是為他平凡的 平凡凡? 被人拍到在上海 做核酸檢測的時候 有個椅子 是呀 他…你當然了 你突然之間 人家可能在睡覺 你拍門的人下街 人家哪有時間去收拾 對不對 這樣吧 有什麼問題 出於自然不好嗎 這樣就是 喂 彭遠眼原來 劉嘉玲新聞出池 但是現在被人推算之下 劉嘉玲應該是封城之前離開的 他說4月底離開上海回香港 他在旁邊 其一結束就馬上去剪頭髮 嗯 他說這樣吧 但是很多明星其實都在上海 就是陳浩文那些 剛剛搬過去的那個呢 吳磚呢 不是吳磚有 吳磚 不是吳京 吳磚 沒錯 回到香港了 他覺得他好像那些 真是好東西的 去到哪裡都是社會王 是嗎 即是說說劉嘉玲 那倒是 好啊 開心就行了 剛才說完劉嘉玲 上次說過劉錦玲 今次說說這個士凱琪 先說他的頸子 很多人說他的頸子很長 很差的那些 那些 舊時候啊 很搞笑啊 上網看 人家拿了一行字去遮住 小可琪的頸子也遮不住 哈哈 但我想告訴你 我是玩figure的人 就是你喜歡玩公仔的 嗯 頸長 比頸短 好狠多 好狠多 正常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不要長頸子那麼長 你不是鬼來的 那些是長頸族啊 那些是長頸族啊 長頸族 你試試短頸 短頸就是曾志偉的嘛 喏 那個感覺呢 比我嗎 比我還好 短頸 被人感覺上很寒酸的 縮起來了一塊 沒有離貴氣啊 格不夠呢 大方 是高貴才長頸的 就是啊 那小可琪被人笑長頸什麼 咬你們這些傢伙 不知你讚還是彈 有時候呢 是好東西來的 你穿好東西就當不好 你試試 你皮圖剪掉他的頸子了嗎 馬上穿粒色 穿粒色 穿粒色 肉酸的 好了 那講一下小可琪 原來這陣子 嘩 希哥說很棒 很想看的 是嗎 乘風破浪的姐姐3 這次的陣容頂盛 你知道是誰嗎 誰啊 阿莎 哇 阿嬌 哇 出回來嗎 小可琪 還有什麼 小女時代的 叫什麼 Jessica Jessica 我不認識她 我只認識肥媽 可能下次有 下次有 乘風破浪的 衣衣吧 不是啊 肯定不會乘風破浪 媽媽 船一定好運 有肥媽在這裡 沉了一半的姐姐 沉得快 好了 母親節 都說趕不及 趕不及 跟媽媽慶祝 嗯 他說只顧著媽媽 上網獻槍 世上只有媽媽好 是 送給媽媽 當然有些人穿 現在連媽媽都不認得 是嗎 網民也是放在她的外表上 其實只有美女 的人才放在外表上 就是把她的焦點 如果她本身不突出 不標誌 大家應該是 對她的外表沒有興趣的 是 她的樣子是比較奇怪的 她的表情是獨特的 有人說她是網紅的樣子 網紅的樣子 就是貼回現在內地的那些 可能跟APP有關的 有些人玩APP 玩到是 是個帽子來的 是 APP是帽子之餘 我覺得 很多人 又用 濫用 但是觀眾也濫說 好像我昨天 我貼了跟陳欣美的照片 有人說我 玩什麼啦 玩Pito啦 玩女鏡啦 在這裡扮年輕啦 神經病 我拍電視完照直出的 然後我跟她扮什麼年輕 大哥 我拍電視的時候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就扮年輕 你傻的 是不是 很多人是覺得這些事情 不是都說你是 好像有些人說 伍仔你什麼 又整容又什麼 你神經病 是不是 就是 硬折她 那究竟薛凱琦有沒有整容 因為她又像是中了面目全非腳 嘴是躲在一邊 那當然 有很多人翻過照片出來 對 好像那些 找錯處 找一下 是 發現她跟現在有些距離 究竟有什麼新大陸 你會發現到 你猜個個好像我這樣嗎 二十幾歲跟現在差不多一樣嗎 人當然會變的 正常情況是 就是 OK仔也是差不多 不過是 由王子華變了 現在肥了王子華 有肉 肌肉版王子華 肌肉版王子華 是吧 嘩 Fiona已經四十歲了 是啊 現在大陸做粗糧的 在內地鼓人氣 經常在社交平台分享一些東西 幸好她沒有玩過那些什麼 我是長頸的 這樣 是啦 長頸的 我是長頸的 不是她不玩這些 目前在內地 很久沒有見過媽媽 是吧 連今年 都沒有跟媽媽慶祝 拍片唱歌 相隔上次見媽媽已經是402天了 很感恩 第一次見面到現在都 她說過了一萬多天 她說回她的年紀 跟媽媽有一萬多天 因為你 我一隻最幸福的女孩 媽媽 等我回家 這樣 她媽媽很漂亮 算是美女 美女才能生出美女 另外再說回她的網紅面 她說明明以前很漂亮 為何現在搞到這樣 會不會越整越醜樣 根本是兩個人 她很懷念以前的漂亮樣子 這樣說 就算別人不是整 變幻也原始永恆 樣子又沒有永遠 我也很喜歡劉德華 我經常都說 但你打回劉德華2022 心都很痛 尤其是聽到她的聲音 都是好像年紀大 的感覺 特別是說話的時候 有一期很沙的聲音 沒有永恆的 哪有永恆族 是吧 看Marvel 現在永恆族 有些人 我又覺得對明星很苛刻 當然有些人 得天獨 像石修那些 她主要染黑的髮型 剃了衣服 美俊 穿西裝出來 都是石修 好像鄭小秋 鄭小秋 都是假裝漂亮 她已經是光光頭 但她一裝出來 就是那個秋冠 那個氣場 對了 有些人可以保持 但女人有多少個 數下去 才知道 米雪也老了一點 是不是 那小秋 小秋 是不是真的整了 眼頭是更厲害的 眼頭很厲害 是不是 眼頭很厲害 像個神禮香 鼻子應該沒怎麼動過 嘴唇很誇張 嘴唇以前是不是這樣的 是否厚了很多 原來看 呃 不是很厲害 但奇怪了 以前自然一點 嘴唇 表情自然 那些女人 很難搞的 她的樣子 她的樣子 她以前的樣子是圓形的 即是賣蒙 對 我覺得她的樣子很可愛 很可愛 那現在 人也有 很可愛 這個世界 你沒有的樣子 就是整個樣子 皮膚黑的就是染白的 白的就是曬黑的 古天駱和Michael Jackson就是這樣 是 頭髮弯的就是拉直的 直的就是電弯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她的臉圓圓圓圓 根本是親和力就很好的 不要說她 我們香港有一個 美女 不要提名 圓圓圓圓的臉 很親和力 她不懂 走去做到臉三尖八角 沒有以前那麼漂亮 真心的 現在 薛凱琪 我不知道她是用臉圓 做到臉圓 因為App其實也很容易沾 現在簡直是 但我都打死人 我一下App之後 每個人都一樣 對 可能是App而已 對 你說 我覺得她的臉圓沒有怎麼改變 眼的顏色 只要其實 可能是 可能是App 對 正所謂同口同鼻 同App 對 不是同醫生 但她的嘴唇 為何咬唇 上唇的嘴唇 那麼明顯 她以前沒有這個 嘴唇 是不是有點不同了 可能是化妝效果 真的 App的效果 對 我也不知道 真的 人年紀大 不同的樣子 是不奇怪的 但說不同到變成 另一種形狀 又是 又是摸不著頭腦 這麼說 小開奇的樣子 她的面型 現在 沒有這麼好看 為何呢 她以前圓得來 那些輪廓是順的 你看到嗎 是順的 她沒有結束 她現在你看到 譬如有些照片 就是 沒有以前那麼順 沒有那麼順滑 有一點曲尺 對 以前順是 Smooth 沒錯 看起來一定會舒服 嗯 人家尖 人家瓜子面 出來 整件事 輪廓要流暢 對 不過她呢 現在是結束了 瓜子面 瓜子 你也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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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子 不會顏殘的 瓜子 你說 有一點點感覺上 開始有輪廓了 人呢 我剛才說 沒有那樣做那樣 他不可以欣賞自己 對 人就是要欣賞自己 自己的好處 沒有的 你又說 曬傷你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 很普通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 很普通 我經常說 他好像你這樣好 又不用化妝 又不用性 又這樣 又這樣 很羨慕 對 他對著我這樣說 又說這裡漂亮 那裡漂亮 我也不覺得自己漂亮 又說這些 世偉都漂亮 又說 我真的 這傢伙收了很多錢 哈哈 我經常覺得 喜哥才叫漂亮 他說 不是 我不夠你漂亮 如果人有自信 就可以了 對不對 他不是 有些人是不喜歡自己 沒有那樣做那樣 沒有的 見到別人這樣 然後覺得自己好像差一點 沒有的 我又想加上去 人是有點迷惘的 像我小時候 如果那個人好像劉德華 那麼英俊就好了 兩個樣子 對 人家是鷹鼻的 死都要穿那個樣子 沒有的 行不行 死都要穿那個樣子 不是那個樣子 那樣子 他好像是內地很多 那些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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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說 對 你跟Apps 同一個模組 同一個模組 對嗎 那感覺上都撞了 好像是 對 那時候說 同口同鼻同醫生 現在是同一個模組 有些人 你很壞 加上那些傳媒 經常把焦點放在頸上 說你不漂亮 說你不成功 那時候 第一時間 不是說樣子 因為他算漂亮 唉 很多人不知道 希哥也很漂亮 他經常都說 他都很喜歡試海琪 經常聽你的紅豆吻 雙節棍 經常聽你的奇諾里維斯 根本上這個世界 有人欣賞你的 還有一個美人欣賞你的 有時候那些人的風言風語 我經常都說 你這條頸長 其實是好東西 對吧 他不喜歡自己 也沒辦法 如果他不是Apps 可能突然間 他突然變回原型 是假的 嚇到你們大家 厲害了 人家又鬼影變幻球 希望是這樣 不過眼頭 現在真的很厲害 他的眼睛 好像 更大了 對 更大了 好 很有趣 臉是瘦了 因為他變了 什麼叫削 這麼漂亮的人 都要弄 以前很可愛 他的眼睛本身也是大的 可能他覺得自己的眼睛 不夠平衡 看來以前是有一點點不平衡 但是這個世界 告訴你 我們看很多美學 人左右是沒有對稱的 一對稱就是假的 當然 經常說 我這隻眼睛差一點 你自己生給自己的眼睛 是不對稱得來 是最對稱的 你知道嗎 聽得懂嗎 他不對稱得來 他們不明白 他不明白 梁朝偉經常說 梁朝偉的眼睛很電 你留意一下他的眼睛 他兩邊如果是一樣的 像個低B仔 很低B的 兩個人 一個人的眼睛 如果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就像假的 弄出來的 但是很多女人都不明白 就說 那些死人的黃龍醫生 在哄你們 知道人什麼叫美 對稱叫美 怎樣對稱 我告訴你 你的骨架練到最對稱 因為有人像健身一樣 只玩右手 只玩一邊 大小邊 大力水手 那不就不漂亮 你盡量對稱 身體也可以練 你的樣子 即是你的骨頭歪了 臉歪了 就不對稱 那你撿回那些骨頭 你不是去這裡切一點 那邊割一點 那很多人是不懂這些 他沒有那個緣分 去接觸那些東西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畫公仔 小朋友是最流行的 最容易看得到 小朋友畫人樣 你是可以留意得到 他跟著帽子畫的時候 大眼兩對眼就很平衡 那些鼻子放在正中 嘴唇的直線伸進去 你會覺得 看起來 好像人樣 然後你會看得到 你不會覺得美 他沒有了人的獨特性 因為每個人都是做那種 整容醫生 他怎樣可以做一兩隻眼 不平衡 是最平衡的 他做不到 他一定是做一樣 他不就像畫公仔 人本身天生出來 就是那種優勢 他們不懂 沒有辦法 因為講緣分 希望網友有時候聽到 我們說 原來是這樣的 避免很多 自己拿來搞 當然 不要無緣無故 做好東西給自己 我見過 有一個 不要說那麼多 算了 大家明白就算了 明白就算了 我自己覺得算了 別人玩Apps也好 但你問我 我覺得薩凱琪這個樣子 是怪的 但還是美女 她不是不美 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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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了2.0 你拿20歲那張 和40歲那張 給 1歲和20歲都不同了 人們就說 上班前 還沒工作 出來工作之後 的樣子都不同了 沒錯 那就這樣 拜拜